大家好,我是冷言,很高兴大家能收听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9个关于B2B投资,奇怪点,数字被降关了 如果您也喜欢我的频道,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点选择的第一集是有差有种病,这是为什么我会订阅厉害的事情 可以发生关于妙的灾害 那么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行业关系 昨天比特币进行了一个非常走跌的一个情势 从这个1万2400美金进行了一波的一个走跌 直接下错的一个情况 直接进行了几波的一个回调的一个情况 第一波在这些地方没有进行一个快 reduq 进行另外波的一个反弹也没有加弹 第三,在这个地方也没有进行一个假缓的情况 随后在这波准备接近至线记号级别的一个半弹的一个情况 在这个实现第一波运的一个水地反弹 那么有没有玩有效地击穿这个参日均线,之后进行一个反弹的一个情况 能源的一个端顶 大概很有可能会在这个位置进行一波的一个反弹的情况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 还是主要是一个反弹 超低反弹为主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信号为主 所以说目前的话 比特币的价格在一个11742美金的一个位置 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位的一个位置 那么它没有有效的击穿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位置 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它没有有效的击穿这个位置 这个支撑位置 那有效的击穿这个重要的一个支撑位置 如果击穿这些非常重要的位置的话 那么大半夜还是会进行一波的一个 它的走势也会是非常难 那么没有击穿这个1万 1500美金的话 那么大概进行一波的一个 根据一个纳不回测的一个 把它到达一个0.618附近的一个距离 输出这一波的话 在这个位置形成了一波的一个有效的 把它的话 这个位置 在这些位置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一个 方案 一个情况 如果今天在这个位置没有进行回调到 没有回调到一个1万6000美金 1万1000 1万650美金的位置的话 没有回调到这个位置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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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大半夜会进行一波的一个反达 会到达一个再次的一个试探一个12000美金的温度 试探一个12000美金的温度 最后这一波的话 根据这个市场的一个热度 在不断的一个增发 一个探查币的一个情况的话 那么这些波的话 主要以一个超跌反弹为主 超跌反弹为主 目前的信号还是以一个超跌反弹为主 所以刚才做好一个吃肉的一个准备 做好一个反弹的一个收益的一个准备 无论它是在这个位置进行 目前这个位置直接进行反弹 然后一个19000美金或者是在这个 接触到一个11600美金附近 然后进行一个反弹的话 都没有影响这个概率 大概率会迟到这个300点到400点的一个距离 所以说做好一切的心理投资的一个准备 然后也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做出一个非常多的一个多大的一个损失 所以大家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 好了 今天的内容主要是叫大家进行一个做多的一个情况 进行一个做空 做空的话 因为反正再下来的话 可能就会跌过一个损失的一个情况 然后进行一个一个一波突刺跌的一个情况 集穿这个11500美金附近的话 那么昨天我是在这个位置 在一个11350美金到一个11680美金 叫大家进行一个建仓 那么昨天是进行的一个跌到一个 在一个11500多美金 那么处于一个中部的一个位置 大概在一个位置能够建仓的话 那么很空心 那么很有可能会吃到500点的一个利润 所以说这一波超低反弹的话 还是主要以一个非常明朗的一个位置进行一个 造党的一个情况 从一个15分钟线来看的话 那么从这个30分钟线来看的话 它也是进行的一波 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反弹 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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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们在这些有效的一个位置的话 也是非常明朗 从这个一个小时的线来看 它已经接触了一个 从一个零角的一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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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很好 它已经接触了一个无线 还有一个30线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这波一个反弹的话 它还是比较明朗的一个位置 让大家做好一切心理准备的一个情况 好了 我们今天的内容先就到这里 大家没点过去点击关注 点了关注的话 请点击小频道 我们就发消息的时候 每天第一时间能够收听到冷眼的节目 好了 我们今天的内容先就到这里 我们再见 记得添加冷眼注的微信 冷眼的听写在一线名是这个 记得添加冷眼注的微信 或者是在标题的下方点击 就可以添加到冷眼注的微信 好了 我们今天的内容先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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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